中文字幕志愿者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数据 这是人力部在这个月所公布的 2015年劳动市场预估报告就显示了 我国去年全年的公民 还有永久居民的就业人数 预计只增加了100人 这个增幅几乎可以说是零的 是的 据观察 本地有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从事自由行业 那么根据职工总会的保守估计 目前有大约20万名自由工作者 是 那目前职总助理秘书长洪顶基 也正在探讨要为自由业者 设立一个职业展 那自由业者可以如何的 从这个职业展当中受益呢 政府接下来又会为自由工作者 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帮助 我们欢迎职总助理秘书长洪顶基 洪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洪先生你好 另外还有本身就是自由工作者 汤天宝 汤先生你好 欢迎 首先请教一下洪先生 这个为什么或者说什么原因 出使你有这样一个构想 要建立一个职业展 给自由工作者 开始我们是跟一些导游 德士师傅在谈 突然间就发觉到 周遭有其他的自由工作者 比如说你的补习老师 一些体育教练 一些摄影师等等 都是自由工作者 然后都开始了解到 其实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 一些挑战跟一些需求 并不是我们受雇人士 所能够去了解 或者是现有的平台 跟现有的服务 不能够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 来提供 所以当有这个所谓的 一个缺口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说 可能来办一个展 使到他们所需要的 他们的一些需求 能够体现出来 一些大家能够了解到 他们的一些困境 我发现很多的自由业者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这些应该一般上 有企业照顾的事情 变成要自己来 唐轩您本身 现在就是自由业者 对 你自己的分配 大概是怎么样的 主要是多数的时间 当然还要用来去见客户 因为很多时候 你做自由业者 你需要把你自己的一些服务 去让客户清楚明白 那过程当中 其实也不一定 你见完客户就有活动 对 所以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见很多很多的一些客户 那在这方面可能 如果是以一个 个人的方式的话 你就真的要触角非常多 然后接触的人非常广 口碑非常多 你才能够有更多的活动 或者更多的服务 是 当然讲的 对一般情况 传统来说 我们想象当中 从事自由工作的朋友 一定是自己有很多的网络 等等之类 对 可是我们看到 刚才也听到 目前来说 似乎这个趋势 好像有越来越多 的这种朋友去选择 您觉得这个原因是在哪里 其实有 我觉得从两方面 可以去探讨这个问题 一个就是在买家方面 很多企业觉得 其实我接触过的 一些自由工作者 他们的服务蛮好的 他们的服务也很多元化 不单只是在摄影方面 在处理公司的一些业务方面 都能够很非常的胜润 有时候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所以他们已经有对工作 自由工作者的信心大大的提高了 所以这方面 买家方面 他有信心 但提供这些服务的自由工作者 就逐步的有些从受雇人士 他说 我来探讨这个行业 走这个所谓的途径 可能逐步的慢慢的从受雇人士 逐步的从兼职 逐步的扩张了他的人脉之后 他的口碑 有一天他觉得 好 我就去尝试做个全职的自由工作者 我有听过一些雇主的角度 认为说自由工作者 因为面对的竞争比较大 不受企业品牌的保护 所以反而更讲究口碑 但是同时一个自由工作者 这个公司行政部也是你 财政部也是你 科技部什么 全部都要自己来解决 那请问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我们知道经济环境本身 不是非常的明朗 在这个时期选择举办这个展览 是有哪些跟现在这个时局 特别有关的考量吗 其实跟时局没有什么多大的考量 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现在的我们不管是手机应用程序 或者科技都非常的发达 你不需要一个人来包办所有的事物 其实能够将一些事物转交给一些 媒合的公司或者一些综合性的公司 来帮你去处理 这样你就能够将时间运用在建客户 或者是在自己的培训方面提高自己的价值 所以有这种趋势使到我们考虑到 将这些服务综合起来 让我们的自由工作者明白到 我不需要一个人去承担这么多工作 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有些是在考虑说 今天我可能要考虑加入这个行业 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 我可能要找一些老前辈 一些过来人来访问一下 有经验的 如何入行 入行之后我要怎么样去处理我的工作 有没有人来分享一下 我们觉得这方面也可以纳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的一个项目之一 是 您从事自由工作者十年久吗 其实我曾经当过自由工作者几年的时间 后来又回去当全职工作者 现在又回来当自由工作者 在你的构奖当中 这种未来的这个职业展 你觉得你会得到什么帮助 或者你的期望会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基本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因为现在其实你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商业 在为某一个个定的行业做一个平台 去召集所有个定的行业 比如说你说司机 他们就有一个司机的平台 或者是你需要某种特定的 比如说设计师 他们也有这种平台 像艺人 他也有一个艺人的一个平台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行业 是没有这方面的平台 如果职总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给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 他们也可以让一些业者说 要找到这种服务的话 可以找谁 因为像我们以往都是需要靠口碑 如果更多的口碑 才能够有更多的活动 但是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自己 然后让更多一些没有机会听到我们的人 也知道有我们的服务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事 一般如果是外人跟你说他喜欢做自由业者 那是有哪些挑战是你觉得一般人比较不晓得的 当然自由业者很多人会一开始进去就是因为他自由 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 睡到自然醒 睡到自然醒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自己觉得 我今天太累了想休息一会 我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那这个是当全职的人不能享受的一种 但是当然当全职的工作人员 他们有很多的保障 他们至少年底有花红 他们生病了有病假 然后他们可以甚至有一些保险等等的 公司会替他们交各种各方面的一种保险 有益的演出费有人讨 是 我不用自己来 不是要自己挂猪头 没错 这方面就是如果自由业者 他们碰到这种困难 真的是不知道找谁帮忙 是 也就是说洪先生可以理解成 你们所构想的职业展 不仅仅是好像几个摊位摆在那边 它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活动 包括可能有讲座 可能有平台的设立等等 最终当然你单单靠个职业展 不能够符合到所有自由业者的 工作者的需求 你当然要通过不同的平台 不过根据刚才所提到的一点 就是很多自由工作者 也是一盘散沙 你能够让他们力量综合起来的话 大家有个机会交流 可能有一个项目要需要五六个人 来一起竞标的话 你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 跟你有同样的经历的等等的话 你能够一起去竞标 不单只是新加坡的工作吧 区里面我们在马来西亚 越南中国一带的话 也能够向区外面去发展 而且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双赢的过程 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办 我们当然是希望在今年里面 能够综合到不同要求 能够的话在年底里面 尽快地把它办好 年底之间 今年年底 对 好 非常期待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个人看法 欢迎到《诗诚有约》 面部网页留言 好 稍坐休息 待会儿带来下段内容 不要走开 稍后见